你这次立下了大功 真奉你为安康献博 受朝一郎 另外再次你一座宅子 谢陛下 回宫 一点孝心都没有 哦 陛下这是贤皮小宝酿出的美酒 却没有尽献 但是用了孝心这两个字 就耐人寻味了 那朝一郎是什么官 我还得去衙门当职吗 那是六品文散官 不用去衙门座堂 只等着领风路就行了 只拿钱不干活这么爽 你被封为献博 真的是皇恩浩荡啊 爹你来了 献博有一千亩永夜田 十亿七百户 只要应该很快就下来 这下发达了 一千亩地还能领风路 绝对够混吃等死了 小子 在皇上赐给你的宅子 还没收拾利落钱 你就继续住在我府上吧 多谢伯父 对了成伯父 为什么昨晚皇上临走前 拍了我还骂我没有孝心 你不知道 我应该知道嘛 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和常乐公主的事 我也略有耳闻 你失财横溢又立下大功 皇上也好久 对你酿出的烧刀子大为称赞 想想什么情况下会说孝心 陛下是要将公主嫁给我吗 嫌我没有将烧刀子 尽献给他吗 如此可教 娶公主 开玩笑 我现在明明有地有房子 有官身 还有财路 为什么要娶公主 公主是天之娇女 娶回来还不得小心伺候 当祖宗供着 我是不会娶公主的 什么 天下谁不想娶公主 明明可以过娇妻美妾 红袖天香 混吃等死的日子 为什么要给自己 找福痛快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娶公主 走吧 今天烧刀子酒 在酒楼开卖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 想必是人满为患啊 掌柜的 怎么回事 这么好的酒 竟然没有人识货吗 小公爷 这酒太贵了 这么一小坛就要一百钱 没人买啊 什么 行贵 这可是烧刀子 天下第一枚酒 一百钱一坛贵吗 现在大唐的物价 是斗米五千 也就是说 一坛酒值二十斗米 一斗米大约是后市的十几斤 折算起来 相当于后市的七八百块钱 现在物资贫乏 定价确实不算低 一般人还真喝不起 但是 这酒是给一般人喝的吗 这可是蒸馏酒 对 大唐独一份的蒸馏酒 斗酒百钱贵吗 掌柜的 凡是今天来如意酒楼的客人 每人赠送一小杯 就说咱们酒楼 心上的美酒 请大家品鉴 什么 免费送 对 免费送 这叫免费市场 打开市场 咱们这酒 可是天下独一份的烈酒 只要让他们尝一口 还怕他们不买吗 好 老朽这就去安排 就这样 皮小宝用这种方法 打开了市场 烧刀子没酒 一日之间火了 几乎整个长安的人 都知道了烧刀子 浓烈唇香 当世无双 而长安城里最不缺的 就是贵人负商 以至于很快就卖断了货 后面几日更有人买下后 转手翻倍再卖了出去 但是 此刻的皮小宝却并不开心 因为陛下要将公主 嫁给他 他不愿意给自己找不自在 而且还是一找 就一辈子 皮兄 我们美酒爆火长安城 你为何愁眉苦脸 你不懂 管你什么心事 走 带你去香满楼庆祝 喊里面的头牌 陪你喝酒 让你做一次 失酒风流的大才子 失酒风流 风流 试问哪个父母 愿意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风流的人 走 现在就去 皮兄果然是我被中人啊 皮公子 奴家仰慕你好久了 真是做得一首好诗啊 你才好诗 你好坏啊 咦 你这里怎么有个肚童 一言难尽啊 能够将贴身之物 让皮公子随身携带 想必是皮公子心爱之人的 奴家也要你带着我的肚童